一名男子明顯喝醉酒 搖搖晃晃走在路上 就怕會發生意外 遠景上前要將他拉到路邊 我上路邊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男子突然揮拳狂凹 遠景眼看場面失控 馬上請求支援 你就放手 我可以襲警 快打警力迅速到場 立刻就將他壓制在地 帶回警局 頭部跟頸部不舒服 頭是打頭頂部的 就這兩邊 原來警方會不會有尊少糾紛 立刻就趕到現場 結果就在途中 遇到這名喝醉酒的男子 而之後警方也發現 包案人疑似就是嫌犯的妻子 犧牲案就發生在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路 2月28號晚上7點多 當時張信遠景 發現萬幸男子喝醉酒 走在大馬路正中間 為確保安全 將他拉離路旁 沒想到他突然情緒激動 開始動手回答警方 當時張信遠景 頭部以及頸部受傷 前來支援的林信遠景 左手小拇指也受到查措傷 萬男妻子肩撞上前自止 張遠立即請求支援 本分局快打部隊 迅速到場壓制 警方事後調查發現 這名萬幸嫌犯懶頭不小 除了是黑二代之外 他的堂閣 更是10年前犯下夜店 殺警案的嫌犯萬少城 所信這次受傷的兩名原警 都沒有大礙 萬幸嫌犯事後 也被依照妨害公務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性文公朋友的張山玉 參謀報導